你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2024年第一场台东慢食节食欲餐桌 20号 21号两天在北南移植公园任劳登场 既然劳经理表示 今年不仅成立全国第一个县市层级的国际分会 国际慢食台东分会 9月份还要带队前往意大利参与慢食全球年会 把台东慢食精神接轨国际 而一连两天的食欲餐桌将举办89场的慢食座 也是开办以来最丰富的一次 欢迎大家一起来同乐 由建和部落家长与孩童所组成的万好歌舞团 吟唱悲南族的民谣 为今年第一场的慢食活动拉开序幕 台东县政府致力在推动慢食文化 20日在台东悲南遗址公园 办理了今年第一场的台东慢食节 食欲餐桌活动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 县长劳庆林也表示 台东慢食节进入第12年 从以往的小市集变成台东的重要活动 而慢食节的理念就是干净永续 欢迎在这两天 大家可以一起来吃在地食当季 越快的世界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灵的慢 特别是我们吃到的是纯真健康自然食物 台东慢食节的我们的理念就是干净永续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店家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一场慢食运动 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未来的孩子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什么 他们也许就会忘记了食物的滋味 再一次的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推动慢食运动的好朋友 希望您这两天来到台东来一起参加慢食节 而这次入选的店家也都采用天然或是台东的在地食材 让来参加的民众都可以吃得安心 它这个有个很特别 我们用那个腌制纸 这是台东现在那个农改厂他们在推广的 然后它是一个天然无毒的软劲 它可以用在吃的也可以用在布 然后腌制或是抹在脸上它都可以用 然后有用这一个来用我们的台东的猪肉来腌制 让它有天然的颜色 我觉得他们慢食传队筛选过的店家都是最优质的 就是食材都是有严选过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喜欢来参与这个活动 同时在会场上也有不少店家提供体验活动 让民众可以认识所吃到的食物 更有民众是专程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 因为没有搓过 然后他们很喜欢吃爱玉 我想说吃爱玉难得来台东 要不然都跑到观山 所以才特地带他们来体验 很多妈妈不知道爱玉怎么 怎么有水变成一个洞 所以刚好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也做一场骑龙教育 让家长知道说爱玉怎么搓 搓完毕之后可以做什么样的变化料理 以及搓的时候需要什么注意事项 那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大人也上了一堂课 而农业处也表示 除了4月22日 在北南遗址公园办理的慢食活动之外 在今年的10月也将在观山 举办全新形式的台东伴桌 欢迎大家在秋收之际 再来到台东 感受不一样的慢食魅力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